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吴冠宗是近代中国画坛大师级的画家 他的画结构简约生动 线条充满节奏感 又大有诗意 能把这个生命感觉是这样的 过去几集 我们先后去过吴冠宗的家乡宜兴 也去过安徽 浙江 苏州 兆兴 了解当地的优美风光 纯朴气息 怎样为吴冠宗提供创作灵感 今集我们回到香港 这个吴冠宗生前经常踏足 甚至创作的地方 看看他与香港结下的不解之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画坛是一个镂空 上面有一个很简单的 那个维路尼亚港湾景色 一个自然分之 它抓的工具 它带有一种儒雅的气息 1950年 吴冠宗在法国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 完成了三年的艺术课程 取道香港回中国 决心回到自己出生的土地 从事艺术创作 我坐在船尾 船尾上面只有我一人 乐日追着船尾 在海洋上画上一道斜辉 这是来路的标志 他回国的时候心情呢 就像这个唐僧 唐僧到西田取经 经过千辛万苦 终于取得了真经了 所以要把这真经呢 要传给中国 但是他这个艺术思想 和他教学思想呢 和当时国内 就是以中央美院为代表的 这种主流唯一 隔隔不入 不受到批判 所以他就被排挤出中央美院了 所以差不多 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 吴冠宗的作品呢 都不被重视 大概75年76年那时候 国家政策 为了中央美院会呢 就由国内一些 这些著名的画家呀 画的作品就拿到境外去卖 当时我父亲不计较这些 我主要是我的画能够展览 能够被人看到就好 就在1977年 就是文革结束了之后 没多久呢 就深圳展览馆呢 就一个画展 中国所有大部分的名家 都在那里展出 那于说乎呢 我就上去看这个展览了 早向70年代 莫一点 已经为香港雜誌赞醒魏萍 可以说是最早将吴冠宗的作品 介绍给香港和海外读者的人 那我回来之后呢 就将这幅画 登了在明报月刊里 还有写了很简单的介绍 出版之后呢 很多回响 好的呢 就是说 这个画法很特别 很新奇 将画中西合璧 就是传统那些画家 或者那些收藏的人就说 这幅画有什么那么好呢 中不中西不西 这样 是乱来的而已 是这样 当时的中国的画坛 的气氛 都还是传统一些 讲合不默的这一组 艺术家的那个范畴为主 对于这些这样的 就是艺术作风的作品 就不是太接受 但是正是因为 吴冠宗这个不中不西的特色 就慢慢成为他自己最强的特色 五十年代 吴冠宗和香港这一颗东方之珠 只是惊鸿一撇 没想到再次相遇 要是三十多年之后 一九八七年 香港艺术中心为吴冠宗 举办个人回顾展 亦是吴冠宗第一个在香港的个展 吴冠宗在一边散民里面回忆 他当时和太太同行来到香港 太太很担心他的作品 会受到考验 不过自信的吴冠宗 并不是这么想 知道自己的分量 事情或者公斤 并不能够改变物体本身的重量 这次回顾展 以及随后几次的商业画廊展览 取得极大成功 吴冠宗的作品 不单止得到香港海外的艺术爱好者 欣赏和肯定 同时亦成为收藏家的心头号 我们在1984年第一次 拍卖吴冠宗先生的作品 最标签那次是1989年的5月份 当时高昌为止 以187万成交 破了在世中国画家的拍卖记录 再过了几年之后 在1994年 其实也是高昌为止的姐妹作 就是《郊河故城》 在香港拍卖260万港币 也破了他自己在世画家的纪录 香港《童午观》中 它是一种很微妙的紧扣关系 香港绝对是动荡时期 都是一个好的地方 让所有艺术界走来这里停留的地方 而香港呢 因为从来对于中西文化 它已经是一种 习惯到去欣赏这种共用 对艺术的体育也一样 当年以来 吴冠中背着画具 四处游历写生 当然包括香港 九十年代的香港 急速发展 很多富有历史特色的旧建筑 小街巷 都逃不过千冊 或者重建的命运 负责当时市区重建的土地发展公司 就邀请了吴冠中来香港 为这些即将消失的景物 留下最后印记 吴先生接到这个邀请之后 在九零年 又来到香港一个月 他常常站在街上 看来看去 转来转去 吴冠中 我愛通俗 通俗和融俗之間 往往只是一步之遙 禽流浴雨的香港 充滿著融俗和通俗 他自己也說過 他的藝術是源於生活 而高於生活 俗寫等於懷孕 而回到畫室創作的時候 就是一個正式的最後生育過程 就出現了一件經典的作品 紅燈區、綠燈區 人間金虎 都使之夜入畫圖 香港的狹窄和密集 現代建築的直線 大壺線 素靜的面 穿鑿的道 封印的頂 是交響樂 是龍虎門 是雜亂的篇章 由畫家 自己去組織自己所見的 班蘭人家 作詞員 《刀士之夜》是把他自己的印象综合了 正练出一张最后的冤城的一幅幅 这么大张的作品 整体就是用一个对比 一张画迫门了一个黑沉的横直线条 然后用一些彩色斑斓的色点 这种对比 令到视觉上有一种闪射、跳跃的效果 吴先生后期他也说过 他发觉音乐感和节奏感是很重要 他也慢慢将一些视觉预言的元素 譬如说线、点 去追求表达一种音乐感、节奏感 吴冠中先生去很多个城市 包括去东京、高雄、里香 香港或其他地方 他也画了很多城市的高楼大厦 都是一些很纠密的 特别用很多横直线条 表现建筑物 然后上面加了很多 他自己代表特色的红黄绿色点 其实无论是这些线条或是色点 都是表现一种犯华、圈骂的那种感觉 去到慢慢我们看到他是将这些 他周围去所谓彩峰 去不同的城市彩峰的印象 就创造了一些作品 他已经不是某一个城市 或者某一个地方 或者某一个时间、空间 而是一个综合的 一个超现了的 所谓艺术体裂的作品 我父亲以前他在国内写生的时候 都是一个人到这个偏远的地方去写生 到后来因为我母亲到六十岁以后退休了 退休以后呢他都跟着去 他陪他一起出来写生 他以前并不理解这个宇宙里面的苦乐 他以帮他发现身体才为最大的快乐 自己的着眼点 总是局限在自己固有的审美范围里面 而他无框框的或者天真的爱好 令他有极大的启迪 我父亲画了画以后 第一个观众就给我母亲看 让我母亲看这个画好还是不好 就是听我母亲的意见 2002年香港艺术馆 为吴冠宗举行大营的回馈展览 吴冠宗更加罕有感公开示范写生 我画画一向不愿意有人旁观 更加不会做示范表演 表演的时候是无法进入创作情绪的 但是现在的画家很少写生 青少年不知道写生从何着手 比年轻一代一些古类呢 他用筆是很肯定的、很有力的 无论他拿着钢筆、箱头筆、水彩画筆 他在下筆的时候就很清楚 哪个位置是怎样的 而且他会把几条主要的线条定下来 把整个大家构平衡好 刚才慢慢再把细部加进去 而最后就是这个很特别了 他将它站在那里 我们观众一起看着它画画的位置 后面一些雕塑品、植物、树 他竟然画在画里面 把它搬进去 这就是他所说的搬家写生 搬家写生 是吴冠宗写生作品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吴冠宗认为写生是一种创作 并不是摄影将现场景物抄写一次 写生是要经过作者的昇华、移花节目 甚至移山田海感去重新组织画面 写生是写生活、写生命 其实早到1961年 他去西藏写生的时候 都画过一张画叫《杂十轮报纸》 这个概念走出来的就是 他坐着一辆巴士 很快速地经过《杂十轮报纸》 一带的风景 他突然在脑子里出了一个很漂亮的 景物的图像 他回到头去找 找也找不到 后来他仿然大悟 其实他并不是看到一个景象 而是他将坐巴士时移动的一段时间 所见到的景物 在一瞬间就把它淋缩了 他说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觉 但是反而这个错觉不是不好 对于冠宗生来说 他觉得是很好 他甚至以后画画的 是专门去追求这种错觉 当时我跟我父亲陪着一起 他看 他看以后没有说什么话 但是就是我看他的表情 就是特别很 就是很感动 就是特别很感动 就是特别很感动 我站在自己的理情展前面 好像站在一面大镜子前面 看见自己的真容 你才感到惊喜和害怕 然后是恐惧 原来自己的五藏六虎 已经被人透视出来 我已经被俘虏了 吴冠宗认为 艺术是属于大众的 不应该锁在保险箱里面 在他人生最后的岁月 他就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 捐赠给多家艺术馆 香港艺术馆 就收藏了他超过420项作品 2010年头 他有一张画一直挂在他的厅里 挂了很久 他很喜欢的 叫做《珠颜未改》的一张画 都拆下来捐给我们 我们回到香港的时候 就很开心了 就将这几张画加到他的战纜里面 开记者会 我们又收到孔先生的捐赠 但竟然就在我们开记者会 那一晚呢 吴先生就在医院呢 就走了 这一生 其实原来他一直 就患着很严重的绝症 为了把这个画作像个艺术馆 那时候在临终的时候 我都没有能够陪伴在身边 但是过后我觉得呢 最后的时刻 完成了他最后的一个愿望 我觉得他走的时候 是很安心的 其实当时吴贵宗先生 他就想将他自己 在病症之前那段时间 那一年最后画的几张画 就找一个龟叔捐出来 就是他最后人生画的绝笔画 就包括了一张叫做休闲 我们看到这张休闲的时候 其实已经纯粹是一些线条 一些默的线 当然了他的来源都是越于生活 由这个子藤那类的线条 演变过来 但是到了晚期 这张绝笔画 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已经进入一个 就来到抽象的境界了 我们知道吴先生 整个艺术生命过程 线条是他很重要的一个追求的特色 特别是用线条 透过去表现植物 比如说表现纸吞 表现薯巾 是给了一种生命力 晚年的时候 他再将这些线条 变成自己一些超越的情感 一些情怀 他已经不再跟你讲究 这些线条是否一些 实物、是否植物 而是给了一些情感的东西 这些内容不是视觉看到的 是你感受的 是你感受美 和感受吴冠宗先生的 印的轻粗 轻感 而得出的一种感觉 这一年六集的节目 我们回顾了吴冠宗 大半生的江南创作 无论是秋象 或者半秋象作品 都令人感受到 它不单寄托香情 传递思义 更加是透过不墨油彩 放歌狂舞 表达一份对艺术探索 一份追求美的强烈情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